大家好我是哥哥别老迪哥 最近有好几个龟友跟我们留言 问我们那个外堂冬眠的水深怎么控制的 有问小堂的有问苗子的有问那个成体的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各个各个堂内 那个从苗子到大龟的冬眠的水深 这里有糖 还是一口一口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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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这个外堂的水深 多棉的水深我们控制在 到这里大概 大概五六厘米 新典的水深很浅到这个地方 三厘米左右 这个是设箱 我们来看一下水深 也是三厘米左右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龟尺 这边是新典的鸭城 这三个 我们看一下墙壁的边缘 有绿藻的深度 我们降低了差不多 大概三四十公分的样子 我们看一下草贵的大堂 大堂的墙壁 也是降低了四十公分左右的样子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小堂 小堂的边缘也有痕迹 我们可以看到降低了 差不多大概十到十五公分的样子 临近冬天之后 我们抽掉这样一部分水 就是等于是让乌龟进行潜水冬眠 让它们自然的进入潜水冬眠状态 那之前跟大家讲过 潜水冬眠的方法 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但是家养的话和外堂 可能还有点不一样 就是建议大家尽量把水控制在乌龟过背 可能大概一到两厘米的样子吧 是比较合适的 大家在这一点上面注意一点 饲养过程中冬眠的控制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跟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